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花了25万刀 从图钩的一些系统的方法论啊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交易记录 上面额列了我买的这个图钩哪些 然后呢我为什么去买它 然后呢它的一个市值 然后呢最高啊 就是记忆当下的市值 它最高涨到过多少的一个市值 然后呢大概有多少倍数 然后呢我买了多少钱 然后呢限价是多少 但这个限价呢是随时更新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可以两个小时 你也可以四个小时 你也可以第二天来更新 但图钩的一个节奏呢是比较快的 这个看个人吧 就是如果你仓位比较重 那你可能就是盯的多一点 盯的平一些 那么仓位比如说就100到200刀 对吧你也不想那么累 那你就可以时间跨度给它大一些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呢还有一个时间啊 也就是说这个图钩它创建了一个时间 然后呢涨跌 这里的涨跌呢就是记忆 比如说目前我们在更新这个限价的时候 啊这边用一个公式就能算出来嘛 比如说这个 SC SharkCat我买了3万刀 然后等现在是跌了30%嘛 但这个随时在变化 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我的那个钱包 然后现在是20405 20405其实是比这个30%要多一些 应该是跌了34%对吧 34而不是30%又跌去了4个点 这个呢坦白讲呢买的有点多啊 买的有点多 虽然说它我依旧是很看好它能涨回来 但我觉得的话 它的一个倍数其实也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我之前讲过一个东西啊 我其实那天在写自己的一个感悟的时候 我其实是写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代价 就是它有两个概念就是机会成本 我们买出一个不好的标的啊 不管你是这个冲突狗 还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啊 比如说买Solana也好啊 买这个对吧 啊AI代币当中的阿卡西啊 FIT啊 RNDR啊 或者说主流的上了这个币安的这个 咪咪代币PP啊啊帽子狗啊啊 你选了不同的一个标的啊 那它其实一个呢 是它会有双重的损失 第一重呢 就是这个标的一直亏一直亏啊 就会损失你的本金嘛 确实啊 有一些已经亏了个40%了 其实还挺惨痛的啊 挺惨痛的 我这边呢 其实是习惯用这个CoinMarketCap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的一个数据查询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我齐个意思的 相当于就是你关注哪个代币 或者说你买了哪个代币 你就把它收藏进来 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啊 我们可能很多人在这个牛市 现在都是在套啊 被套的过程当中 那我被套的比较严重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工链的这个Manta Manta其实我从买就一直没有回调过啊 就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 就还没涨回来过啊 一直被套的比较严重 还有这个TIA说实话 对吧 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很久 如果你买批比的话 可能都能吃四五次的20%的一个波段了 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会让你顺失 我们讲说这个本金 你亏10%也好30%也好50%也好 更夸张的像有些真的是亏掉 我们看这个7天对吧 有些亏23%啊 有些是13你看30 你看它这个from ETH就从最高点 它跌下来跌了多少 这个ETHW跌了98% 这个当然是上一文就有的 这个我也买了1万刀 相当还是看好吧 我买的时候其实过去四五个月一直都有赚个20% 但后面行情不好就一直跌 然后呢这个pop cat对吧 啊44% 这个GMX87% 但这两天表现不错 又接近涨到了我的买的一个价格 我买的价格是32美刀吗 现在是28.5 然后大概大家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当我们要去补仓的时候 其实一般而言我会看它的一个跌幅 比如说这个PP肯定我是想买的 帽子狗我也是想买的 我都很看好 但是呢我不要只是看24小时啊 那我还要看这个from ETH 或者说这个7天或者说30天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帽子狗呢 它回到前高的这个增幅空间 它会大一些 对吧PP呢其实真的是很牛啊 一直每次创新高之后 它的下限都会变得更高 所以卖完之后想补仓 我靠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所以说可能如果我有5000美刀 我就会先买这个帽子狗吧 我觉得在牛市 他们的表现应该都不会差 这个呢是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通过这个东西它能看出来 我之前的习惯是就在这个表上 哎呀我觉得这个表当然要去统计 核心是你买了多少金额 因为涉及到我个人的一个隐私 所以这个我把它给折叠起来了 那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看起来不方便 那我们通过这个CoinMarketCap 然后呢就能看到 它的一个24小时的变化 然后呢这个数据线 它其实也会更加的一个明显 明了啊 这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接着回到刚才说这个 那所以我们买出一个代币 或者说买出一个标的啊 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一个 显性的本金的一个亏损 因为它是比较显性的一个损失 你花了1000刀 最终剩下500刀 你就损失了500刀 这个比较显而易见 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大的一个亏损 是它的一个机会成本 我们其实简单试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腰斩的代币 对吧 和买了一个涨了10倍的代币 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是20倍 现在1000刀 你买错的话变成500刀 买对的话就变成1万刀 这个是很夸张的 很多人也算这笔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某个代币 它买完之后一直跌一直跌 但不仅仅是看价格 是后一开始买的时候 可能你的认知对吧 或者说你没有考虑全面 后面买完之后 你更多的去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它确实长眼来讲 可能你不看好 或者说它的一个倍数是低 其他你更看好的币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要懂得换仓 所以换仓的就是说 你要忘掉你的沉默成本 你忘掉你损失的这30%50% 你把它卖掉 刚好如果另外一个 你特别看好的币 最近的价格也比较合适 你卖掉去买入 这样的话其实对吧 因为币币币 它未来有5倍的一个增值 你A币币 你不要总是想着 我就等着它回本 我觉得一定对吧 止盈止损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所谓的止损 就是我要懂得调仓 懂得这个换仓 我之前其实也是觉得 那我就熬杯 等杯 对吧 如果它就是一个表现不好的代币 你没必要去等它 这就跟结婚找老婆一样 你找到一个不好的 你觉得再等三年五年 对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会变得成熟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你不应该离婚 重新找一个更好的 更匹配的嘛 OK 这个呢 跟大家说一说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交易的 这个记录 那这边的一个土狗 链上土狗调研 我之前好像也 之前没分享过这一个 之前我分享过财富密码 是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狗系列 青蛙系列 猫系列 对吧 包括其他的一个动物系列 我们会说 这一轮的这个动物的这个代币 秘密代币呢 真的是很火 而且呢 从这个绝对的这个三大主流 三大巨头 狗 青蛙 对吧 两大巨头 然后呢 延展出了猫系列 对吧 pop cat sug cat mich 这边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还没有去看到 上一期视频的小伙伴 可以先去构建一下 关于这个秘密代币的 动物主题的一个世界观 或者说大的一个视野 是这个 现在秘密代币趋势分析 我说可能是本文 最大的一个财富密码 刚更新的 但我这条视频 如果更新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大家对冲突狗感兴趣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 可以进我们的付费社群 那这个社群呢 我们既然既会讲这个一级市场 其实也就是冲突狗的经验 那我自己是真金白银的 其实是花了几十万刀 在测试 然后呢 每天也会花四五个小时 相当于就是我整个的 我给大家的交付 就是说 我自己其实是有八位数的一个投资 然后呢 我觉得我在投资的时钞的这个经验 再加上我每天是深度的花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深度的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和认知 学到的认知和花钱的时钞的一个经验 我会觉得啊 给到大家的交付还是比较值得的 然后我们收费也不贵 就三百刀啊 每年 这个呢 就看个人的一个需要啊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可以直接在我的这个简介这边看到联系方式 直接加 那除了这个一级市场 我们也会去分析大饼的一个行情 包括二级市场的投资的这个标的主流市场 所以我自己呢 你看除了这个交易机构这边基本上是冲突狗的嘛 资产配置呢 是我拿长期是长期周期的这个主流的价值币 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其他我看好的一些价值币啊 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为资产配置这一块更多的 他是上了这个币安 上币安的话 他的一个牛市来龄的时候 二级市场的机会 我觉得是得在币安上 然后呢 链上的冲突狗呢 我会觉得他很多可能他上不到币安 所以他的一个天花板是有限 但他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大 波动大的话 以及时间的一个节奏会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其实做波段的话 是比较适合在链上 如果吃长周期的话 是适合比较在这个币安的这个交易所 二级 所以我们会涵盖这个一级 二级 但呢 甚至包括一些链毛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群里面也有高手 我们的合伙人 我们有工作室也是专门做这个链空头的啊 然后呢 这个大家都可以交流 反正就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区块链社群吧 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物潮手持的 那我们接着说回这个冲突链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能看到啊 啊 这个比如说代币 对吧 买点 市值 ath买额 现价 时间 涨跌 卖出利润数量买价地址啊 这里的地址呢 是前时地址嘛啊 他不知道持币地址 还有前时的拥有 然后呢 这个关于这个池子占市值的一个占比 包括一些个人的一个说明 这个呢 那是我优化好几版之后形成的 然后呢 这边跟大家讲一讲 我具体是怎么弄的 首先呢 最常用的 我比较习惯用的是这个叫Sewer Scanner 啊 它是一个交易机器人 电报上面的一个交易机器人 机器人啊 然后呢 我也会用这个工具 这个叫Holder Scan 相当于就我们查询这个链上的图口 它的一个啊 持币的地址数 包括它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你看这个Mickey 对吧 现在是3177 然后呢 它最近 7天3天1天12小时4小时 它其实有在解 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一个 总的这个持币地址数 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变化 因为正常来讲 它的价格背后是人在驱动 人呢 就是这个持币的这个地址嘛 所以说这个地址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指标 所以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方法问了 我们充途口这个地址 我觉得非常的一个重要 大家要去看 比如说像这个APU 但这个APU的链上也可以买 然后呢 在这个getIO上面也可以买 那如果它已经上了交易所 肯定在交易所买会更划算 对吧 然后呢 你也不需要担心滑点啊 乱七八糟的 这边呢 给大家去说一下 如果你没有这个getIO 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视频这边 简介这边 点这个注册链接 或者说用这个推荐码 来拿到15%的一个交易手续费 就你每一笔交易后面的话 这个返佣都会把这个手续费的15%返佣给你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经常有平凡的去冲突狗 那我觉得它省下的钱还是不错的 相当于你就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本金嘛 对吧 一周下来两周下来 比如说返给你一个100美金200美金 那你再接着冲啊 那挺爽的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说 针对就是上了交易所的一些突狗啊 像这个APU我非常的看好 我昨天其实是卖了很多 这边这个朋友圈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算了 因为因为我点开就会有那个敏感信息 因为能看到群啊乱七八糟的 涉及到他人用户的信息 我就不给大家点了 大家可以加我的好友 然后呢在我朋友圈里看到 昨天非常的夸张 我简简单说一下 大概是买了16000到 这个是我今天买的 昨天买了 我不是昨天上周就买了16000多刀 然后昨天啊 在五分钟之内涨了70% 然后呢 我一开始就先把利润卖了 一千卖了6000多 然后后面的话又卖3000多 然后呢 上午看着他一直在在跌 虽然说跌 但是比我之前买的价格还是赚很多 反正我差不多算下来 我是赚了6000多刀 6000多刀 买了16000 赚了6000刀还是8000刀 然后呢 这会儿价格比较合适 我又去补了16000刀 因为他这会儿又开始往上涨了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他又开始往上涨 你看 近24小时又涨了8% 现在是0.007932嘛 0.007932 我买的一个均价是0.007555 这个是今天刚统计的 所以的话相当于我看一下我手机上应该又是赚了1000多刀 因为我比较看好这个币 然后呢 我会觉得他可能每一次我出手 当我买1万刀或者16000刀 至少至少他要有一个10%的一个增长 我才会去再做这个波段再给他卖掉 也就是说他可能要赚个1624我才会去出 而且我出的时候我要看情况 我可能只不会出本金 我会把这个赚出来的利润出掉 这个也是我平时交易的一些小的一个tips 可能很多人就是才涨个10% 你就把本金给出了 然后后面又接着涨 那你的本金就出了80% 那你后面的一个他再涨30% 你赚的也会是少的 但这个是比较建议针对那种你看好 如果他后面回调 那你就把它当长持嘛 因为本身这个币 我给他的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预算 就是1万刀 所以我也不担心 OK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APU 然后呢我们接着直接来讲一讲 首先刚才跟大家说过啊 第一个呢是我们会用这个电报的这个交易机器人 然后呢会通过这个来查持币地址数 然后呢这个呢就正常来查信息的啊 就是这个desk screen的啊 其实还有待会我会跟大家讲 那一般而言呢我会怎么看啊 比如说我我我会每天看这个holder scan 然后呢他这边就有个hold trend 就是啊最大的一个对吧 获利 然后呢损失或者说这个增长比较好的 那你这边是不是就能看到这个token的一个信息 那比如说这个橡树橡树猫px对吧 啊px 然后呢我就可以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我就用这个sever scanner对吧 然后呢我直接就把这个代码啊 那我们就能看到对吧 他的一个创建时间是两天 然后呢他的一个市值是550每刀啊 550万每刀 然后呢他的一个对吧 流动性池子啊最高是到了9.9m 相当于从现在到最高有1.8倍嘛啊 不是很多 也就意味着他之前的一个冲的最高点冲到要接近1000万啊 现在是550万 那这一轮的话他不确定能不能冲上去正常第一次没有冲上去第二次有点难 所以他可能能回到前高 所以说这个而且他的一个增幅都你都是在冲突狗啊 他的一个增幅才有个对吧 才有个0.8倍啊0.8倍那意义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记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你就可以把它pass掉 虽然他其他的维度都很好 比如说不可征发 然后呢这个池子alp是百分百燃烧对吧 就是不太会存在呃 车车池子跑路嘛 然后呢比如说他一个小时的这个交易量 然后价格24小时的价格涨了48% 如果他是一百万啊 em100万每刀的时候那你去买对吧 就会比较爽 他最最差跑到当下呢有5倍 跑到最高呢有个10倍嘛 然后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网址 你看啊这个交易机器 他在这边也给你附上一个就是啊 这个相当于其实就是索安娜上面 嗯嗯 记索安娜生态的一个这种数据的一个工具吧 反正就跟这个descreener一样的 这个我用的少 但他们他的一个呈现的页面能跟这个有一些区别 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那当我看到那个代笔对吧 我也可以在这边复制呀 在这边去收啊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在这边去收 那收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k线嘛 因为在这边是看不到k线的嘛 所以我们相当于第一步用hold scan 啊hold scan就是看这个持币的一个呃网站 然后呢找到这个你你感兴趣的 对吧啊 这个代笔 然后呢用这个交易77人来查一查信息 直接在交易77人这边 点这个对应的这个查询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公计 然后在这边就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他这边有个安全性是不是啊 啊他说mint就是不可明刻disable 对吧啊 反正就前三个都是绿色的代表是ok的 他唯一的一个风险呢 就是前十的一个持币地址数呢 占了23% 这边呢要跟大家讲一讲 持币地址数啊 我统计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嘛 三四三四十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十持币地址数 我们大概顺便有个标准多少算多 对吧 大部分其实是15%到20%嘛 大家能看到吗 如果他超过25% 坦白讲就会变得啊有点过高了嘛 相当于就是强装了嘛 可能他就会砸盘 对不对 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我们就不说21%呢 根据这个带病具体也觉得可以 但是如果你一到那35%的 那你考的不要考位啊 绝对是要割你的 ok这个呢要跟大家讲讲 我们通过这个点一下这个 呃安全这边就能看到 23%我觉得也还过得去 然后呢这边展示5分钟 一小时6小时24小时啊 是不是这边呢可能直接在这边就可以买 然后呢这个持币地址数呢就这 holder啊 大家能看到 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查也行 在这边查呢 它其实有个好处是 它能给你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变化啊 相当于它不是只告诉你一个总量 我们讲总量是一个现状 我们其实更应该看中它的一个动能 总量你把它当成视能 它是1万的一个持币地址 还是1000的持币地址 对吧 当然不代表着数量越多越好 这个到位其实很简单 就仿佛在做抖音 你有一个100万粉丝的 呃抖音号当然好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100万粉丝的抖音号 你的播放量才是1万 每一条才是1万 我有一个10万粉丝的呃抖音号 但是我每一条播放是5万 或者我有一万粉丝的抖音账号 但我每一条播放就是能做到10万 对吧那我还是比你牛逼啊 啊你你虽然说有一百万粉丝 你有啥用呢 又不能当饭吃 你看所以它是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这个hold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你一定要看它的一个增长 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的方法论啊 就细心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期 把它打下来啊 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去记住 不然的话你会忘掉 对吧 你记住一点就打一点 每个人看哪一点 对你的影响比较深 你就细下来 这样的话可能其他人 呃或者大家互相看看彼此的评论 就可以把这个方法论写下来 ok互相帮助嘛 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点 就持币地址数是第一个维度 但持币地址数的一个变化啊 就是它是涨还是跌啊 它是更为重要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论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其实肯定是要去看 它的一个前十的一个排名的多少 对吧 超过25%不要考虑 你看我都是给到大家比较啊 有一定标准的参考了 很多原因就是你们要继续看这个前十啊 ok我去看了 但我没有标准的对吧 前十到底是多少嘛 是5%就算多呢 还是10%就算多 所以说这是我花了真金白银 花了很多的时间 你看我每天这个东西 这个表啊 每一个都是我一个一个敲上去的 复制上去的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进我们的付费社群 这些信息啊 可能就会得到的比较及时 因为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财富密码比较准时的 那我可能就会同步给他 或者同步给大家 或者说在在我的朋友圈 但你说我录成视频对吧 录视频剪辑视频发布上传 他真的有延迟 冲突狗你等个三天五天 那对吧 机会都没有了 你看我天在查很多 这个东西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钱啊 才能够跑出来的一些总结出来的方法问 很多高手啊 我不说我不觉得我冲突狗有多危害 我也在学在悟 但是呢 我是能够把我这个学的过程 可视化的展现给大家 很多博主只是塞一个结果啊 赚了多少很牛 那谁知道他实际过程怎么样呢 你也不能去判断对吧 我反正就是亏 我也说 赚我也说啊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什么 是这个过程和这个经验 那我实实在在就买了这么多 我实实在在就有亏有赚 然后呢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方法论去分享出来 然后大家有更好的可以去补充啊 我不会说只拿一个结果 就有些人他是那种 他是高手 但是他是那种经验型高手 就是说 你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教你啊 他不知道怎么教你 但是呢 他自己做得到 你能明白吗 就是有这样的人 就是说他不会教 但他懂 这个其实用心理学 或者说用这个认知上面 一个话术叫什么 这叫知识诅咒 很多人就是说 他不知道别人不知道 他以为别人知道啊 如果呃 作为一个很牛逼的大师 或者高手 他有这个知识诅咒 相当于他就不能够理解 小白 在考虑的问题 我自己其实比较擅长的一个点 就是我可以破掉 某种程度相对 知识诅咒 对我的影响会小一些 啊 我过往啊 我在这个web啊 在短视频行业 我也做过很多的这个 直播带货客 短视频课等等等等 就是因为我可能过往 这样的经验比较多 我始终能够呃想到呃小白 或者说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人 他会好奇什么问题 不然有些大搞就说 哎 哥们很好啊 呃 很开心认识你啊 你以后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你问我 关键是我根本想不到这个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你想不到 如果你没有经过 你想不到啊 所以说好的交付 好的教授 或者是好的分享 他一定是能够 觉得或者预判到 他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尽可能啊 这样的话 可能才能够点破他啊 这个当然又给大家延展了一下 ok 刚才讲的 那我们接接下来 我们接着看 然后呢 因为这个呃电报机器人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 对吧 他已经有很多的指标了 前十的排名 在这边也有top 10 然后呢 他的一个持币地址数 持币地址数的话 这个电报机器人 他没有显示一个总量 但在这边呢 有 所以要结合着看 这几个工具 他都必须要去综合去看 然后的话 这边他能给你展示 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 增长变化 啊 这三个工具 那还有一个呢 呃 是一样的逻辑 它是这个 啊 Bird L Bird L 反正就是在这边也能点开 在这 相当于 你我们点这个dex route啊 他就会跑到 这个这个网址 然后呢 这边我们能看到 我往下滑 这边看到这个Bird L 看到没 啊 Photo啊 这三个都是在这个交易机器人能够直接链接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他有个好处 这边能够干什么 他能够给您看到他的一个推特电报 就是如果某个图狗 他连个官方推特都没有 连个网站都没有 不是说一定要有网站 一定要有推特 他至少有一个嘛 对吧 那就是我们讲图狗 他能不能火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共识 取决于热度 取决于他的社区给不给力 如果他就啥也没有 只是发个币啊 然后大家自己去买吧 那大概也火不了 对吧 大概也火不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推特很重要 以及就是你总不能说我看一下这个坑线 我就要我就去买吧 你总得知道它是什么吗 对吧 你也不能说我看个名字 我就要去买吧 就任何东西 他还是要非常的这个形象化和可视化的嘛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啊 史明斯基啊 这个名字也听得很酷 对吧 那我们点开他的一个推特啊 直接跳转啊 他被冻起了 但这个可能营销位比较重啊 或者说这个x他的一个规则比较眼 但他其实发的很好 我发的很好 但没关系啊 如果官方推特没有啊 我们还能够看到啊 关于这个代币的这个信息 我们这边点search on推特啊 一个是链接到官方推特 有些代币 可能他确实没有官方推特 但是呢 他有很多的用户会自己去发 对吧 你这边就去搜索关键词嘛 史明斯基你看 是不是 就有点像那个变装猫 我们讲明西的样感觉 他这个像小玩偶一样 我也不知道这傻 对吧 就捏的一个小 反正很cute啊 是不是很可爱 名字也是明斯基啊 很日本的这个名字的感觉 你就去看 你看 哎 你就能找感觉 因为我觉得咪咪 对吧 他的内核是什么 就是易传播易流行 对吧 你就是他这个素材 有很多的延展性 你看他这边 就套一个pop cat的这个嘴 然后呢 这个就杀一猫的帽子 对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 帽子狗的帽子 你看 他有无限的延展 当他能够换装 对吧 啊 他现在能够cosplay 嘿 他的这个素材传播就不会差 你看 还整成这种古罗马战士的一种状态 是不是啊 就很像我们这个说叫什么 很像潮玩啊 这个小百贱是吧 你看 还有这个叫什么打座 对吧 你看看 看看你大概就知道 哎 这个代币 他的一个热度共识 传播素属性是不错的 哎 所以这个是第一要义 这个是基本要义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买不买这个代币 核心要义是你要能看懂它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但是不是说有了这个 你就能够实现充分必要的赚钱 但这个选标的其实就是王感 你看到这个形象啊 这个形象从哪几个维度来体现啊 这个又是重点 大家要写下来 第一个就是名字啊 名字啊 名字其实也很重要啊 这个SmithKey 然后呢这个group 对吧啊等等等等 名字很重要 名字肯定是一个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 我们可以把每任何一个秘密代币 当成一个品牌 当成一个logo 当成一个IP 是不是啊 那这个IP它的slogan slogan可以理解就是它的简介 就是当我要向你介绍的时候 我能不能一句话 就告诉你它是什么 对吧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形象嘛 我们讲logo 它它得有形象 那秘密的一个好处 它logo不是一个动态的 它可能是静态的 可以是图片 可以是小视频 可以是各种换装 对吧 各式各样的一个素材 画面素材嘛 所以其实就是表情包嘛 对吧 所以画面名字 然后一句话的简介 但是呢 这些还不够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懂它的趋势 趋势是什么 趋势是什么 就是当下整个秘密代币的势能 在哪里 其实大家整来整齐都是我跟你讲 新瓶装 新瓶装旧酒 都是这样换汤不换药 所以我们在上一期之前的视频 给大家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财富密码 你但凡能够知道它整个的生态 狗系列 蛙系列 接下来是猫系列 猫系列后面还会有很多 无非就是前三个呢 它有集群效应 对吧 它已经产生了至少五个亿 以上的市值 或者一个亿以上的市值 至少有三个 你看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 这种呢 就代表着它整个的这个系列 相对的已经有个集群效应 或者成熟了 但是呢 基于这个系列呢 它也会产生无数的猫 其他的呢 再处于开辟装 开辟阶段 比如说企鹅呀 兔子呀 对吧 变装鼠呀 等等 它是一个开辟的一个阶段 机会也大 但是呢 风险也大 所以这个叫企业市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我的 我自创一个 大家都知道创新的成本很高 自创一个叫做 stupid pig 对吧 宠猪 宠猪币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你要去教育用户呀 像这个 比如说你这样 什么什么狗 什么什么猫 大家已经被这个 迷起 对吧 被这个虾个cat 然后被这个pop cat 已经洗过了 教育过了 所以他这个叫室能 但你明白吗 把切实啊 达到评论起 你们领悟了这一点 我觉得再冲突 上你就超越80%的人 很多人真的是凭个人喜好 个人喜好也重要啊 但是最最核心的是 你要知道趋势在哪 对吧 你不要逆着主流整 你看不懂 不重要 但你得看懂数据嘛 你或者说你无法理解他 为什么这么火 但是他就是这么火 对吧 那他火不火 不是说你你你觉得他火 他就火 你觉得他不火就不火 而是数据 对吧 数据是不会做假的 数据是最真实的啊 大家真的把数据 是最真实的写下来 这就是数据啊 兄弟们 对吧 这就是数据啊 是吧 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偏好 记数据 你慢慢看 慢慢看 你可能慢慢就能理解 我之前在web 有个好兄弟啊 很牛逼的一个超版手 他给别人讲的时候 就说听不懂 放心中 很多时候你之所以不懂 是你看的不够多 你的事业不够 就比如说我一开始 我也不太能 不太能够理解 什么帽子狗 怎么突然就火 这个这个蹦 怎么突然就火 什么看不懂啊 看多的时候你发现 我靠 因为有多几 施笔 对吧 然后有pp 然后这些 你会发现 他只是在pp的基础上 去做延展嘛 pp是一个青蛙 他是一个拿着梳的青蛙 多几是一个狗 他是一个带着帽子的狗 对吧 pop cat 然后呢 现在来一个这个 带着杀医帽的猫 就这么一个逻辑 哎 你仿佛就看到了 他这个横向的 迁移的 呃 这个 固域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横向的迁移嘛 然后呢 他又可以交叉 对吧 把这个元素做组合 所以说你会发现后面又延展出名人家动物的一个结合 比如说特朗普猫 对吧 特朗普狗 啊 特朗普猫 特朗普狗 我真以为我这不给大家吹牛逼的 我给你看一下 我昨天买了一个特朗普猫 还是特朗普是cat 反正还赚了 那今天又看到一个叫什么 我看我应该是有买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在哪 你看dc啊 这个就特朗普猫 你懂吗 所以说他们 哎 老外挺会做这个营销的啊 老外在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是领先以哎对吧 国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国人盘是不是 冲突狗老外是懂的啊 或者说他们是发币者比较多的 但可能还国内也有些人 有一些也可能是国内弄的 但你但凡去看推特上面 大部分的主要我觉得还是在老外那一边 ok 所以刚才就讲了这么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就选ip的这种网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网感来自己拿了一个 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的趋势在哪 对吧 他这个元素的一个组合 你可以以为是一种组合式的创新 或者说微创新 但是呢了解了这个基本面还不够 你还要看一些细节 细节呢刚才给大家看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十的一个排名 然后我们这个持笔地址数的一个增长变化 对吧 啊然后的话就是单个用户的一个占比占多少 那最后呢 不是最后啊 还有 其实真的非常多 这个方法会非常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把吸收到的点写在评论期 要去总结 不然你容易忘 这个创建时间很重要 创建时间 比如说一一周啊 一个月四个月 对吧 正常来讲 比如说新土狗 如果三天五天冲不上来的话 他就有点难 他就有点难 我最近在做一个试验 比如说有一些啊 他是四个小时 四个月的 之前一度冲到过 比如说一千八百万 对吧 现在又掉到两百万 那我就在看这种他能不能像抖音 大家知道之前玩抖音的话发一个视频 啊 涨到比如说十万播放后面他就停止了 你可以说突然他又火了 所以我们之前就要挖粉啊 在等于叫挖粉突然之间又给你二次推荐了 所以我也在看就是 冲突狗 他是冲不上去就直接BBQ 还是冲上去之后转一波 然后打一枪换一炮去其他地方 还是说他沉寂一段时间 后面可能又有二次混吹回吹的机会 所以我会给大家盘点好多的这种方法 对吧 一般额言的 比如说这种比较新的十个小时 啊 一天两天的 对吧 啊 比如说这个sminsky一天冲到了这个 呃1.5 最高冲的要冲到这个三百万 对吧 我买的时候低到了这个1.5 所以说我就意识他大概有2.1倍嘛 啊 他再回到这个3.1 实际上呢 他跑到了2.5 可能我就把它给卖了 啊 就把它给卖了 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 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ath很重要 你才能知道 你差不多什么时候你要出 对吧 你可以留部分 但是你要把你的本金跟其他的 啊 或者说本金加一部分的利润 我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刚好今天有一个涨的还不错 叫这个kitty啊 他叫咆哮猫啊 因为这个代币呢很多人记不住 你看 所以我 自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咆哮猫 这个咆哮猫呢是叫rowing rowing kitty 然后我买的时候是2.8m嘛 然后呢最高他其实最高是涨到23.98 啊 这个最高不是我经历啊 这个我没有 我买的时候是2.8m 然后呢是200刀 然后呢 呃 后面的话是我已经卖了230了 你懂吗 已经卖了230 因为他一开始涨到七八百好像 然后卖完之后呢 现在是多少 现在又有个我看一看这个kitty kittykitty啊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刚才看应该是400多刀对吧 你看啊 现在是445 是不是 445 445啊 你再看这边 230 加起来是不是 接近这个数学不太好 六七百嘛 差不多已经有三倍了嘛 三倍了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哎 其实本账我现在可以再卖个200刀 现在我已经赚了两倍拿出来了嘛 啊 赚了一倍 现在我把本金放在里面滚 这个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我可能再等等等个 等到他比如说 啊 涨个五倍嘛 五倍到六倍 相当于就是说 啊 累计加起来445 加我卖这边 我卖了230 他这边变成800嘛 相当于差不多他实际投200进去变成1000 可能我会卖了最终升个200 因为他可能在网上的空间有限嘛 或者说啊 他本身变化很大 这个呢是一个小的策略啊 也是分享给大家 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买出卖出 啊 大家可以告诉我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止损点 一般而言呢 他跌了50% 我就会把它给卖掉止损啊 他涨个比如说这个涨多倍 不同的代币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刚才也讲的 比如说像有些代币 你就看他只有1.9倍 你看 我一开始也没有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 像正常来讲 我现在买这个 他最高只涨到过2.5倍 这是首次冲锋 对吧 首次冲锋冲到这么多 冲不上去 那我会觉得那第二次冲锋可能也很难 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去买 我可能就不要 因为很多呀 标的很多也不差 对不对 你看特洋普猫是不是 啊 第一 多拿的 Cat 2.9 我应该是写重复啊 你看DC就这两个啊 对 就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你要看倍数嘛 我们冲突口肯定是希望3倍5倍10倍这样的一个回报 对吧 但不是说哎呀要么10倍要么贵给你弄啊 他跌个50%的时候该给他止损就止损呀 止损之完 止损完之后你可以买其他呀 我刚才讲的那个机会成本对吧 你别看他亏了50%对吧 你止损之后你去投到另外一个他马上让你赚2倍 那你不会亏的按照这个东西 那所以呢啊 但不同的一个标的对吧 啊你给你的议算 有些我买200刀 有些买500刀啊 有些买这个5000刀啊 是不是啊 像这个猫系列 那我肯定比如说头部这几个我我去敢 我敢买个1万刀或者5000刀 比如说 侠个Cat pop a cat michi 对吧 其他的呢我就不能像这个bony 其实我一开始赚了挺多 赚了应该有5倍 后面我去加仓 加仓现在 现在应该刚好他又跌 我差不多是他90万的时候买 他最早涨涨涨到这个400多万啊 400多万还有500多万啊 我但我最高涨到500的540万 现在又跌到180万 但是我在400多万的时候 又给他补了补了挺多的 正常来讲我之前就买了1600 然后呢最高涨到了7000多 我没卖啊 我以为说哇整个10倍 其实我当时应该要卖一部分的 你看这些都是经验啊 这经验冲锁了大概就有感觉 冲锁了就有感觉 OK 然后呢这边我昨天其实也写了一些说明 我简单给大家过一过 因为你看我在讲的时候 刚才全部都是想到的 就给你们去分享啊 反正这个就是我增进白银 花了25万的一个方法位嘛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看嘛 这个已买啊 已买你看 各十百千万十万啊 270万刀哎 这个是每刀啊 实际上我还这个卖出又买入 其实会比这个多啊 会比这个多啊 但我不是说买的多呢 就厉害也不是 对吧 也不是我也在学习也在误啊 但至少我会告诉大家 我给大家分享的 确实都是我自己实操的啊 对吧 如果觉得哎 有方你没想到的给到你启发 那你点个赞点个关注 对吧 支持一下 如果就觉得哎 我讲的哪一点你不认同 我们也欢迎建设性的一个意见 和探讨嘛 不要说直接就是人身攻击啊 这样的话 我可能直接就压黑啊 有一些黑粉我靠 这分享他直接不给你原因 直接上结果 这个币你也看好 哇 你是不是脑子挖疼 觉得这样的数字能赚钱吗 赚不到呀 哥们对吧 你有那个时间来喷别人 对吧 你这样觉得别人讲的很阿基 你还看什么看 你那么牛逼 你还需要看吗 是吧 这样的人我觉得真的是 大家混币圈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搞钱不重要吗 对吧 或者信息不重要吗 觉得好呢 就听一听啊 觉得不好呢 你给你去看好的不觉得 OK 然后还是过一过这个啊 然后呢 我自己看下来呢 有这么几点 就100万到300万市值呢 相对是比较不错的啊 其实是在50万到300万市值 只要这个社区给力啊 所谓的社区给力 我自己呢 坦白讲我 我不太想花太多时间 在推特那个 进他们那个推特群啊 因为可能英文的 也不是很能够轻松的看 这样信息太多啊 以及我大概能够判断 他的这个热度吗 因为进这个推特群的话 有时候 我觉得比较眨 信息比较眨 那如果我在这个推特上啊 对吧 我在这个 不是推特群 这个电报群啊 他进电报群 我没怎么进 如果在推特上 我其实一看 对吧 九个小时 几个小时他的一个播放 对吧 然后呢包括 我这个形象 我大概就能够判断啊 实实话我就能够判断 基本上不管是推特也好啊 电报也好 都是让你判断他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共识度 热度的一个东西 这个看个人 有些人可能喜欢扎在这个电报群 我后续可能看情况吧 嗯 OK 所以社区给不给给呢 你就看他的电报和推特的一个数据情况嘛 那正常100万到300万呢 他上到1000万呢 应该难度系数不是那么大 我们去发现 你看对吧 啊这个接近 上到这个多少 1000万 你看100万的到500万 对吧 400万 1800万 等等等等等等 OK 那可能你看1300多万 上到1000万 你看1100 1400 对吧 1000万 1800万 其实我觉得 100万左右的 他要么涨到个5倍 要么涨到个10倍 他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香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啊在他最低的时候就发现更多好的 有时候都是看刚好遇到啊 看到别人推荐对吧 所以我才说 哎大家尽情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嘛 互相分享啊 可能你看到你也会分享 我看到我也分享 所以100万到300万 因为300万的话 他涨到个600万 也有两倍嘛 啊关键他这两倍 他不像说我们投资 这个主流币 你要等一连 等到大牛市 这个的话可能几天就会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区间呢是会比较好 因为他已经有100万 他相对呢 也不太容易归零 是不是啊 然后1000万到2000万的呢 他其实也是可以入手 就是可能有些人 跑到3000万到5000万 但凡他能从100万突破到1000万 证明他的共识度还是不错的 他在网上充一充也是可以的 充到3000万到5000万 但是呢3000万到5000万呢 他其实会有些尴尬 因为说实话 有多少能够充到一个亿 所以大概给他要回降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市值 他就跑到3000万4000万 你就可能就我觉得 我就不建议去买了 其实我也是买了一些 我后面发现我操这个不对啊 这个不对啊 就是买他都有三四千万 你再去买啊 我靠 没有多少空间 或者说他整个的下滑的这个概率 是远远大一 他冲到一个亿的一个概率 因为目前看 只有这个下个开的 pop cat 迷起这类型的对吧 报表的啊 能成为一个山土的这个系列 他可能有这个潜力 对吧 比如说这个过得不为1800万 你看他就回回落了嘛 对吧 如果是1800万时候买的 你指望他冲那个4000万5000万有点难 所以2000万到5000万呢 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入啊 这个1000万呢 他冲到个3000万 你看他也是有可能的 ok 最好的肯定是100万到300万的 这个呢 是其他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来判断 那如果已经到达一个亿到三个亿的 那这个绝对的头部 基本上肯定是我觉得 对吧 部分像pop cat 像apu啊 他已经上了交易所嘛 只不过没上币啊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贵连的可能性也会较低 啊 虽然说他的个倍数不如其他 但是呢你敢大资金吗 你至少该买个几千刀上万刀嘛 ok 所以原则一市值100万以下的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就少买一点嘛 因为本身市值低的时候你钱额也高 你也不需要买动 你上来就买个1000刀2000刀 没必要对吧 你就买个100刀到500 500刀或者1000刀 最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除非你很看好 啊 啊 但很少有人说100万以下的 他就买个1万刀吧 没有吧 除非他就装是吧 然后买之前呢 一定要去查询这个持维地址的变化 让记忆数据按照预期进行卖出本金 然后我们要去看K线啊 这边又来一个点 大家喜欢看K线看K线 就是看K线看什么 看成交量 如果没有成交量 或者成交量很低的 就不要买了 已经买了该止损就止损 因为成交量下去了 他 其实成交量决定一切 可以这么讲 几个月还没有冲出来的就不要了 注意装自己有没有买卖刷交易量 就当我们看交易量的时候 你要看有些是同一个用户 不断买不断买不断卖不断卖 你别以为他的这个成交量很高 但价格一直往下面讲就是这个原因 OK 然后呢看看榜单 对吧 看前十前十超过25%就不要了 啊 回钱高 对吧 第50%就不考虑 他的钱高的倍数跟当下的价格 如果是一倍的不到就不要考虑别的50% 我觉得一倍就不考虑啊 对吧 看有没有推特啊 有没有网站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monkey 对吧 你看这个用户 是不是同一个用户 买卖买卖买卖 他就是什么 在刷交易量 刷交易量 不然的话他这个交易量 其实已经快贵了 那这个代币肯定就不能买 是不是 OK 那因为整个pop cat 整个秘密代币 你看他最高的就冲到了这个 8个多亿 8个多亿 所以说啊 基本上呢 如果没上这个币安的话 他的概念就知道在哪 所以我这边说这个下个cat 对吧 我对他的一个预期啊 是多少 我对他的一个预期呢 比如说他现在是一个亿 但我买的时候 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三个亿左右 两个亿时候买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能跑到五个亿到六个亿 倍数不是很高 但是呢相对安全性会高一些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有点长啊 但是呢干货确实比较多啊 然后呢大家耐心看完好好吸收 然后呢如果想要进入付费设计的抓紧 我们后期也会涨价啊 欢迎跟大家一起链接一起搞钱啊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